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闭来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现在党和国家对台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强硬 所以老闭也说过 我说一招天子一招臣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派系 要那么多派系干什么 就是清一色的领导集体 去共同的去完成那一个目标 就OK了 所以说现在今天外交部的有一个表态 就代表了这种态势 现在对台的政策 内部甲冲们不会再有什么甲冲 或者提出什么意义 不会了 台大科考传遭日方干扰 中方向日方提出交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王伟斌26日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称 据报道 日前台湾大学新海研一号 科考船在台湾本岛以东海域作业期间 遭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的干扰 称未经日方同意 不得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科考一事 汪文斌回应 中方向日方提出交涉 要求日方不得干扰包括台湾在内的中方船只在该海域的 科考活动 汪文斌称 有关释放海域 距台湾岛颈60多海里 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科研机构 完全有权在该海域展开科考活动 外国不应干涉 汪文斌强调 中日在台湾以东海域尚未化解 中方不接受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说法 和所谓行使管辖权的行为 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交涉 要求日方不得干扰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方船只在该海域的 科考活动 那么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是九月底的事情 现在都十月底 马上十一月份了 当时也并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当时老兵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台湾的科考船在这片海域活动 在这里进行这个科学考察 那么日本海上安保厅 非常蛮横的对他们进行驱赶 本来在台湾这艘船都已经要后撤了 要跑了 但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在这个附近出现 054A052D在这里活动 包括长期部署在台湾东部的815A型电子情报船 在这里活动 提供了这个资源 那么台湾呢 这次科考船就没有离开 在那边继续作业 不理会日方 对吧 包括好像台湾还出现了什么海巡署啊 上前去跟日本的这个保安船只 去进行这个武装对峙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一种心理状态 包括这件事情本身 这一个月后 北京对日方提出这个交涉 就代表了说 北京 现在要接管台湾一切外物了 因为这个事情 民进党当局 它是一个卖足球龙 是一个汉奸走狗集团 那么他们 我一直都说过 我说他们对日本 他们把日本奉为自己的亲爹 因为他在很多的民进党高层 他都是日杂 就像京城武那样的日杂 就属于什么 不稳定型化合物 化合出来的 那么 这个呢 他们既喜欢拍日本马屁 台湾人看到日本的老兵都说过 那个嘴都是 都是这样子的 看到日本人 啊 日本人啊 爸爸 爸爸来了 他是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呢 台湾人他又是非常痛恨日本的 为什么 因为我如此的 我对你 iOS管事服务 对吧 从你脚趾头 到你脑袋上 全都给你来一个蛇域 给你来 吐了一条舌头 给你来一条蛇域 给你蚂蚁上树 对吧 给你服务的这么好 对吧 独龙钻 对吧 都给你 都给你搞这些东西 而且这个独龙钻 它不是带一个甜玉米的 它是直接 拿这个舌尖 做这个独龙钻 这个服务的 那么 在这样的服务之下 日本照样把台湾人 萝卜不当菜 大吼大叫 这些日本到台湾去的 所谓的这些 友台小组 对吧 见到蔡英文 根本就 不把他当一点的事情 所以说台湾人 对日本人是 既爱又恨 爱是一种单方面的爱 单相思 还是现在就恨 还很恨 那这个时候 他居然 逢中必反 但解放军的军舰 出现在这边 他的海巡手 就敢打开一手马力 打规模顶上去 因为 由解放军 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撑腰了 对吧 平时我舔你 你不鸟我 跟我牛逼 我现在 跟你搞一下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 畸形的心态 当时老兵已经给大家 都分析过了 老粉也很清楚 这一点 对吧 好 那 这个事情 我们也没看到 外交部说 这个事 但是这一次 在二十大开关以后的 包括 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尊称习近平 为阁下 中日 要找到一个 构建一个 健康的一个 合作关系 他表现了一种 友好和一种低姿态 但是中国照样 在这个问题上面 对日本是不客气的 同样的 我们也是接管 台湾的外物 也就是他这样 他这个外交 这一块 也就是说 你台湾 南波万亏的当局 你因为你的官方 不可能去跟日本 怎么怎么样 那你日本 是承认一中的 你台湾 南波万亏的政权 再说两岸互不隶属 什么独立主权的国家 但是对日本来讲 其实包括美国来讲 他都是承认一中的 那就等于说 你日本竟然承认我一中 我在台湾省 跟你的事情 那就是我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给你的事情 你不能说 在这个地方 拿捏 看到我 被我拿捏 对吧 我派海 这个海鲜船 海警 到钓鱼岛 十二海里内 我们去实际控制 你日本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派军舰 东南西北东 包括战略轰炸机 战斗机 导弹的演习 反弃的演习 在你家门口 搞你的演习 而且十二海里都不到 你不敢动弹 美国影子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我给你 我小子料理你 拿捏你 你觉得拿捏台湾 就是对中国有一种心理 就是说 你看 我还是在欺负二战时候 你们这帮支纳人 因为台湾它的属性 它表现出属性 就是挺欺奈的 那他就搞它 然后呢 找一种优势感 优越感 那现在不好意思 北京要把这个优越感 给你去掉 给你砍掉 而且也告诉你 台湾当局是软弹 因为钓鱼岛 实际上归台湾当局负责的 但台湾当局 对这里真是眼 闭着眼 那么东部的 说难听点 是200海里 是专属经济区 台湾在60海里的地方 你日本就说 它这里是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放你一个驴儿屁 北京就说 没有跟你划进什么界限 这边的事情由我来搞 你在这个地方出现 我就来维持主权 也就是说台湾东部 整个一个梯岛 专属经济区 全部由中国大陆来接管 也就是说 日本在这里 牛逼红红占便宜的 拿捏台湾的 北京就现在 不应许你来拿捏的 马匹现在就是 给你搞上战狼外交 同样的 也给你来搞强硬的 所以你就看到没有 这就是呢 这个领导集体 对台湾这边 这就是一个 非常强硬的一个信号 而且这就是什么 反台独 就是这件事就得说 当你蔡英文政府是空气 当你是没有的 不管你在这个地方 唧唧唧唧唧了 我不跟你打什么扣水仗 国台办这些 叫马小光过来方向化 也提到了 无从台湾的部分 对吧 不承诺放弃武力 对台动武 不是针对台湾人的 那么这个话 我们再可以就说 那就把蔡英文政府 给他打掉了 那把蔡英文政府给他打掉 第一不就是说 我在外交上 我无视你什么蔡英文 去你马达蛋 没有 没有你这个人子存在的 你在这里 台湾人在这边 吃别的 中国大陆来替你 这个陈威风 来搞他 日本 给你出一口恶气 你捞乱什么捞乱 小日本鬼子 在这里给我老实意一点 所以解放军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在台湾东北部 到日本与那国导时间 要放一条054A导弹驱逐舰 护卫舰和一条052D导弹驱逐舰 放在这个地方 包括还有说815A型的电子情报船 在这里监视 电子情报船既可以监视日本 监视台湾当局台独的动向 也可以监视美军 跟菲律宾这边的动向 它那个位置卡得非常好 在巴士海峡 自台湾东部 南宇花莲 以东内线 在那边待着 整个就那个区域 就给它搞监视 所以现在第一步 对台强硬 以及对外部势力的干扰的强硬 就是拿这个事情就最好了 那你日本叽叽歪歪的 我他妈军舰直接直接开过去 直接就又闹你日本 去给你颜色看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上一次的导弹 我们的第六试验区 要画在这个地区 也就是这一次搞事情 这个地区 就是给导弹打过来 什么隔壁专层进去 我没跟你画这个专层进去 也就是说 对日本 没有因为岸田文雄的 开软档 而放过他 日本 他就喜欢这个 他们就特别喜欢 这种被虐 他们是SM型的 M型人格 也就是说 你不虐他 他就是你的S 所以你要当S 你要他就是M 日本他马上就可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个转换 玩这个字母 对吧 他马上就是变成M 对吧 然后马上就让你这样搞 你就是要不停地要去这样搞他 他就什么 心里他就爽 有人把我给征服了 我心里爽 就说 一般人被人压迫 被人干 肯定心里都不爽 但日本人他不知道 他是这样 你来干我 你来搞我 你来搞弄我 凑打我 灯榻我 我很爽 他是这样一种概念 台湾呢 有一部分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票上 这些日子砸呢 也是这个样子 你不能给他好脸色看 三天不给他好脸色看 他马上马屁就蹬鼻子上脸 所以对付他们 小地方的人就是要干他 要拿捏他 要强硬 要蹬他 要踹他 所以说 这就是说北京现在对日本的态度 对台湾 就是拿你们当中这条 屌吉巴的还没有讲清楚的这条线 这叫什么专注进去 我一石二鸟 既干你日本又干你台独 既干外部势力又干你台独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概念已经现在很清楚了 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 所以说现在呢 等于讲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这是外交的一个转变 今天王毅下午也刚刚开完会 陆外交部党委会议 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大陆外交部党委 二十四日上午召开扩大会议 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会议要求持续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 据大陆外交部网站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出席并讲话 党委书记 其余主持会议 萧玉主持会议 那么王毅一会上指出 二十大举其定向 标柄史册 习近平再次当选新一届总书记 继续为中国这艘巨轮掌舵 引航 反映全党全军全国各种人民的 共同心愿 他称 那么我们就这里讲 全党是他们 全军是军队 全国各种人民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心愿 这个话讲得没错 他不是说把我给被代表了 而是说他确实是代表我的心愿 对吧 今天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所以我需要这样的 习近平这样的清一色 九宝连灯这样的排局 这样的清一色的领导班子 这样的话你去看 不会说那边很强硬 有的相关部门 他们说话就很软 给他弄弄弄弄弄 就感觉搞不清楚 对吧 所以现在 整齐化一 整齐化一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事情是一个 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 美日韩 这个所谓的外长 警告朝鲜 你小子要是继续 敢搞第七次核实验 美日韩联合在一起 会搞一个空前的回应 什么叫这个空前的回应 对吧 因为韩国总统尹大兵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朝鲜马上就要进行第七次核报了 那么这个核报是对战略级别的核报 那么你美日韩给朝鲜一个根本性的回应 怎么办 就是说空前的回应是啥意思 是意思要打仗了 因为没这个这个词呢 就是就是傅小年篇的 就是要打仗了 那等于说要微微救赵了 把台湾给给给救了 然后在朝鲜就半岛这个地方 搞事情 来分散中国的注意力 啊 这个给我感觉啊 是有点故意而为之的 人家朝鲜从来没有公开讲 我要进行第七次核实验 他只是说我已经准备好核实验 但是他没说什么时候报 对吧 你说什么空前的回应 你这个空前指什么意思啊 是要开干还是要干嘛 是不是啊 你军事演习 你也演了 对吧 B你也装了 牛你也吹了 你还能搞出什么话来 我倒是要看看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拉 希望您的电视故事 谢谢